当然一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人物 每一个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杆 对吧 但是我也听到一种 我觉得算不算偏激啊 这么一种少数的意见吧 就是说呢 说这个东西啊 将来在历史上 他的这个作品真正能够留下来的 也不一定太多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你的很多作品呢 事实上都是因应当时那个时代 对吧 摆脱 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 当然他已经尽力的去实现某种中庸吧 实现某种结合 可是这是一个选择嘛 就我最近教书的时候也教一些学生 他们在跟我学 做这个 在谈这个时事评论的问题嘛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几十年来 在中国写时事评论的人 严格讲 从这个文章的锋利 然后各方面的角度来谈的话 你没办法找出一个人 是能够跟同时期 国外的第一流的时事评论家相比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呢 要花掉差不多一半的精力 时间 心思 去处理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条件 很多话 你要这么说 是不能这么说的 你得拐个弯奖 你怎么去表达 一门心思都耗在这了 邓拓啊 徐祝成啊 没错 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 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呢 你说我们这个时代 就出不了一个第一流的 就从文章来讲 第一流的大评论家嘛 但我觉得这是个选择 就是说你有的电影 比如说电影导演 艺术家也是一样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面 有的人他可能我就豁出去了 我电影你不让我放 我就不再折放 我专门拿出去参加影展 我在外头搞 这也是一条路 这是一条路 就是说我要拍一部电影 是要纯粹的 符合我的费数 是可以将来留给后人看的 那有的导演 比如说像谢靖 他的想法很简单 电影是个大众的 对 他是希望 我要给老百姓看 我要给老百姓看 我现在有很多限制 我未必拍得出一个 就是将来能够跟世界 第一流大师杰作 顶逐而立的东西 可以放下去 但是在某个关键时刻 我的作品 对某些人来讲 而且是相当多人来讲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他当年那几部电影 对大家是很重要的 那个天音酸传奇 像扶龙正这样的电影 是受时代制约 可是那反映了那个时代 对啊 不像今天很多大片 我们讲的这些大片 野兽时代制约 根本不反映今天的时代 那才留不下来呢 只是说今天的钱 官商勾结 钱财结合 出现了这样很多人 被忽悠进去看的片子 而那个时候这些片子 就算还有很大的问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 可他真的反映那个时代 这我看这个 金报转载 这个谢靖的文章 引了人民日报一段话 非常精彩 因为人民日报的评论 说谢靖是什么 谢靖他继承发扬了一种传统 一种将伦理 于世 家道主义 我这都读了没听过 跟戏剧传统 混合在一起的 政治伦理情节剧 这个什么叫政治伦理情节剧的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个 这个 他当时 让我们很多人很不满 我们对他很不满的 有一个戏叫木马仁 那木马仁呢 有一句主题 你们要记得吧 就是那个 好像朱世茂文重山吧 睡在那床上说 怎么来说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庭 对 所以这一种 概念 我 我一个同事 就汪春宏 昨天做一个报告 他讲这个 汉书里边的那个 那个苏武传 是怎么写出来的 结果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考察 就是说原来苏武 从那个放回来以后 牧阳 十几年 并没有受重视 直到了 这个 霍光掌权的时候 他完全没受重视 直到了汉宣帝的时候 才开始流向 才开始替他写传 才开始贯插一个概念 叫 陈世君 有如子是父 虽死无恨 就把这个主题放进去 然后到了汉书班固 还是班标写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故事呢 又跟李林投降的故事 混在一起 对比 这个对比 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在外面打仗 你被人家抓起来 你穿得很厚的衣服 热得不得了 家里老母亲也死掉了 家里已经是一塌糊涂 不愿 忠于汉武帝 然后他得出一个考证 就是说原来 这是这种 把父子关系 跟君臣关系的比复 还就是汉宣帝 就是汉武帝开始 到汉宣帝才完成 孔子孟子都不是这样的 孔子啊 虽然要你君君臣臣啊 可是孔子是还有个说法啊 你这个君啊 要是不听我 我臣可以走啊 你还得欢送我 没说君就是你爹 让人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薛老师 那个孔子呢 是你君不君呢 我可以成不成 对 孟子更厉害了 说你君要是把我城当草鸡啊 我就把你当寇 对 所以是可以革命 我们是个契约关系 只是到了汉武帝才开始 就是说把父子关系 比作君臣关系 那你知道这个传统 一弄弄了两千年 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说 我家里人被斩了 我也得忠于这个君 可这谢敬了不起 他这个戏改在什么地方 第一 他把这个父子关系 改成母子关系 对 子不嫌母丑 然后把这个中军关系呢 把它从一个中军呢 变成中国家 国跟家 所以木马仁在当时 大家出来 其实他真是一个创造性的 把我们那个中校对立的观念 在新时期把它演化 所以人民日报的评论说 它是政治伦理情节剧 可在那个时代 的确反映了那个文革以后 官方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老百姓要寻找新的感情情理支柱 和理想支柱 这种契合点 有他时代的制约 也有他时代的特点 所以真是非常值得总结 所以谢敬矛盾 或者他复杂的地方就在这 就他常常扮演了 就是说他虽然会被官方批判 有时候会有争议 但其实事后看来 他绝大部分的作品 其实主旋律 都是主旋律 而且是成功的主旋律 你就算像风阵这种 当时大家可能说 这是御大文革 其实那也是主旋律 主旋律 绝对是主旋律 一直还是 与党与国与民 都是很有互名 而且呢 他艺术上也成功 而且每部品 做一条文革